好来继续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接口 咱们花一节课的时间讲一下接口 接口呢 是比抽象类还要抽象的 抽象类 也就是它更特别 更特别 它的这个 更抽象 接口里边呢 不提供任何的实现 我们刚刚讲的 抽象类里边的话 还有一些普通的方法 对不对 好 接口里边什么都没有 接口里边呢 只有什么 只有两种东西 来 来 大家看我在这建个接口 interface 接口单词叫interface 比如说我们 myinterface inter 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接口 接口定义的时候呢 不用class了 用什么 interface 这个单词 那么在接口里边呢 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抽象方法 它更加抽象 接口呢 更没有实现 更加抽象 而且那接口实际上这个语法呢 特别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接口 所以我们在去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去做的时候呢 接口可以为我们提供 更为简单的一个规范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test名要 大家看 在这儿呢 大家看 我什么都不用写 就写个void test名要就行了 写个方法的声明就可以了 也不要在这儿 没必要在这儿写个abstack 为什么呢 接口里边所有的方法 都是抽象的 它没有什么 没有有实现的方法 所以呢 接口是比抽象类还要抽象的 什么 抽象类 那有的时候老师 那这什么好处呢 好 这种方式呢 更加全面的实现了 是吧 实现和规范的分别 也就是我们的接口呢 只定义规范 我们只定义规范 不定义具体的实现 比如说以后 大家去写项目的时候 我们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层 这儿有一层 他们之间调用的时候呢 以前是什么呢 是A类调B类 对吧 互相通过料指类 直接调用 现在不了 现在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接口 我在这儿呢 比如你要调这一层 我提供什么呢 提供一层接口 提供几个接口 那么你要调的时候呢 去调用我的接口 懂我的意思吗 有的人说老师 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调力不是一样吗 因为接口里边呢 只有什么 只有抽象方法 它比较稳定 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后期如果你想 改下面的实现的话 我随时可以替换 因为它跟它打交道 这是接口 只有你怎么实现 我不管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实现我不管 你现在用红色的这种实现 对吧 回头你换个什么 换个黄色的实现 也没问题 只要你实现了我的接口就行 这就是接口的一个基本的好处 好吧 那么接口里边 咱们书上写了这么一大堆 这这么一大堆 大家就是简单看看就行了 因为大家不要期望 通过今天的一节课 一小节课 你就真正的了解接口 你今天呢 只能了解基本的概念和语法 真正的能体现这个接口应用的时候呢 是在后面大家做项目的时候呢 才能更深刻的体会 所以呢 我们呢 先了解接口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基本的含义 就是接口就是契约 就是规范 就像我们的法律一样 我们要什么 要人人都遵守 对不对 定义的是这样一种内容 不用特别细看 接下来我们来 直接看 怎么去定义一个接口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我去定义接口的时候呢 用interface 后面跟着接口名 对吧 接口呢 大家注意哦 这可以实现多继承 我可以一个接口 可以继承多个什么 多个副接口 好吧 这跟我们的类 大家前面讲类的 大家知道 在家伙里面呢 类只能单继承 对不对 但是接口呢 可以多继承 前面加防务修饰服 什么public啊 对吧 这些修饰服啊 还有里面就是常量的定义 和方法的定义 那么大家注意 在我们的接口里面呢 不能定义变量 接口是稳定的 它只定义不变的东西 什么不变 常量 什么不变 抽象方法是不变的 因为它只有方法的声明 没有实现 懂我意思吗 它只定义不变的啊 不变的东西 所以是最稳定 接口是最稳定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定义 定义这个量的时候呢 你不管你写不写这个 public static final 它都是有 好吧 比如说我在这写一个啊 my interface 我们在这随便写个变量 打扯啊 这个max max h 大家看 等于100 大家看啊 别看你这写的感觉好像是个变量似的 它不是变量 它是什么 默认都给你加了这个了 public static final 听懂了没有 也就是这个你加不加 它都有 static final 就这个 加不加 它都有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接口里边 只能定义常量 好 当然常量的话 咱们定义的时候呢 尽量什么呢 按照我们的规范组 全都是什么 大写 下滑线 进行分割 懂我意思吗 然后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默认加什么 public abstract 第一是公开的 第二是抽象 懂我意思吗 好 接口里边不存在什么私有 就是你这个 也是啊 你加或不加 它都在这 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这是接口里边定义啊 那么你定义别的方法 对吧 别的这个常量啊 也意思是一样的 好吧 所以呢 接口的这个语法 特简单 大家看 这样我就定义好了 这个接口 特简单 当然 如果你不去实现的话 这个接口 就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废纸一样 没什么用 明白了吗 我不去实现 那就没什么用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接口定义好了 我们还要干嘛呢 我们的子的要干嘛 要去实现它 对不对 规范定义好了 你得去实现 明白了吗 告诉你 USB接口 需要两幅的电源 对吧 多宽的口 多窄的口 它告诉你这个设计了 那你需要想办法去实现它 好吧 所以我在这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下面我们可以实现一下 class class什么呢 咱们 我也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啊 随便先写一个 叫myclass 大家看 如果我要实现上面的接口 叫implements 写一个接口名字 叫inter myinterface 好 大家看 当你 这儿也不是继承啊 是implements 实现啊 当你实现了它以后呢 OK 大家可以打开啊 点 需要什么实现啊 增加没有实现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儿 这个方法 我就必须干嘛 必须重写 懂我的意思吗 答应一下啊 好了 这我就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一个实现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儿 再写别的什么 别的实现类 那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好吧 必须要实现啊 必须要重写 我们负类里边 定义的抽象类 当然在我们这里边 负类里 这个负接口里边 定义的常量 我能不能用 啊 同学们 啊 max it 大家看 随便用 好吧 接口里边的常量 你随便用 那么这是一个 关于接口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方法 介绍 在这儿呢 来 我们在这儿呢 呃 又 啊 又又又写了这样 一组代码 一组代码 然后 让大家更熟悉 这个接口 来 咱们也写一下啊 MyInterface 然后在这儿呢 我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类吧 叫 TestInterface 测试接口啊 和 直线类 在这儿呢 我们提供没方法 对吧 写测试啊 下面呢 我们来 在这儿呢 直接定义一个接口 就像树上一样 咱们定义一个什么呢 这儿呢 叫 呃 飞行接口啊 Volent 只要实现了 我这个接口呢 都是什么 都是飞行器 是不是 Void Fly 那么大家知道 刚刚说了 你Void Fly 光管你加不加 前面都有 Public Apps 对吧 都是出现方法 并且是公开的 然后我在这儿呢 可以定义我们的什么 长量 对不对 最高的高度是多少 100米 还是1000米 1000米吧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这我定义是一个接口 那么我还可以 是什么呢 还可以再定义另一个接口 就像书上说的一样 叫honest 善良的接口 我们希望定义一个天使类啊 一会儿 一会儿来我们定义一下 Void 什么叫善良呢 对吧 喜欢帮助他人 还有pother 叫善良接口 好了 来大家看啊 我定义了这样两个接口 现在我们来做我们的实现类 class什么呢 class angel 对吧 angela baby angel angela干嘛呢 我们来去实现 复接口 实现接口 大家注意哦 这儿可以实现 一个接口 也可以实现多个 好吧 我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这样就可以充分的 怎么呢 让我们的类呢 更加的什么 设计更加的灵活 我可以实现多个复接口 实现类 可以实现多个复接口 好 然后呢 你去干嘛呢 把这个复接口里的方法干嘛 实现了就完了呗 对不对 好 你是个天使 对吧 那你必须要什么 喜欢帮助别人 对不对 你要害别人 那就不要 不要天使了 是不是 然后飞呢 对吧 你得飞嘛 对不对 好 我这儿呢 也就是 讲一句话 好吧 大家看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什么 所谓的天使 好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要再实现一个 实现一个类叫什么呢 叫good man 好人 好男人 好男人是什么呢 对吧 也是 他不见得会飞 对不对 那就是超人了 good man 他只实现了什么 honest的接口 对吧 帮助别人 看到了没有 这是我的good man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你想再实现 啊 比如说鸟人 或者没 啊 鸟人呢 我对你 是不是好人不感兴趣 对不对 你也会飞 对吧 实现这个 volent 飞行接口 看到了没有 OK 大概就这个意思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就定义着这样两个接口 然后呢 大家这样去 各种的去实现 然后呢 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下 比如说 我要去 volent 找个飞行器 谁飞呢 谁飞 比如说是这个 安卓 对吧 接口不能 对吧 接口出销了 你溜不了 NewAndroid 但New号的Android呢 我可以把它什么呢 把这个子类的这个对象呢 付给一个类型 付类的类型 对不对 因为这个Android呢 它是什么 它是 负接口有volent 也有honest 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 你需要哪个付哪个 无所谓 当然你在这儿 写个Android也行 好吧 就是负在这儿呢 你需要哪个 写哪个 如果你写了volent 那就意味着什么了 意味着编译器呢 会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volent 那么volent里边 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啊 所以你在这儿呢 只能掉什么 只能掉出来 我只把你当做什么了 当做这个volent 那你虽然 你这个天使里边呢 有这个help out的方法 但是呢 编译器并不知道 懂我的意思吗 它把它都当做volent 来处理了 来我们看一下啊 好跑起来 自然没问题 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去调这个 调什么 help out的呢 编辑这儿不认识 懂我的意思吗 它只认识什么 只认识这个接口了一下 好吧 只认识接口了一下 那像这个 honest 对吧 h 没有什么 goodman 好 它就会把这个goodman呢 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honest的一些 h就是什么 help out的 ok 对吧 好了 这是接口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使用啊 简单的使用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这个 接口的多继承 咱们说一下 多继承 好在这儿我就不敲了 我直接 直接粘吧 好 特简单 test interface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我这儿有这个接口 A A里边有个方法叫testA 接口B 有个方法叫什么testB 然后接口C 看到没有 interfaceC C干嘛 继承了A和B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接口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 子接口继承了两个副接口 那么副接口的方法呢 我这都有了 然后呢 C这儿呢 我又自己加了什么C方法 testC方法 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儿有个类叫class test test干嘛了 嗯 test又太性感了 换个名字吧 还是 class 叫什么 subclass test这个名字太常见了 然后大家看啊 在这里边呢 如果你实现了这个C接口 实现了C接口 你可以注意一下啊 单击这儿增加未实现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儿有testA testB testC 是不是都需要你提供实现 看懂了没有 也就是C这个接口里边呢 就包含了AB接口里的方法 这叫什么 叫多继承 好吧 这就是多继承 在我们这个以后工作中 也很常见 所以呢 如果人家问你说 哎 加入里边有没有多继承啊 那你要跟他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叫加入的类 没有多继承 只有单继承 但是加入的接口 有多继承 你要把这话说全了 有或没有都是错 人家问你有没有多继承啊 你说没有 好 错了 哎 接口有 你说有 哎 不对 对吧 一般说的是类没有 啊 所以大家呢 到时候如果有人问你的话 你可以多解释两句 好吧 显得你这个逻辑思路还比较 比较严密 对吧 这是很容易被问的问题啊 尤其是对于这个初学者 好 还有一点 最后一个小知识啊 面向接口偏长 这个呢 呃 在我们以后工作中 大家注意以后工作中呢 呃 会经常用啊 非常非常常用 面向接口变成呢 我们以后会非常常用啊 当我们 两个模块之间调用 或者两个部分之间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可以通过接口来 来互相调啊 你在这儿调的时候 不直接调实现力了 我们这儿可以干嘛呢 通过一个接口 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为什么呢 我我我教你的时候 我也不直接调了 也是什么 也通过接口 好吧 哎 这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这样子 因为接口 大家注意 刚刚我们讲语法 大家都知道了 接口里边是什么呢 接口里边是不变的东西 比如它有常量和什么 方法的声明 没有实现 所以它是不变的东西 不变是最稳定的 我们以后写软件 你就知道了 需求非常非常多变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程序员拿了菜刀 把一个产品经理砍了吗 有这样的新闻 为什么 产品经理的想法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今天说完这个 哎 这么写 明天你好不容易熬了个夜 写完了 明天这个想法又变了 对吧 那能不分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需求多变 是大家以后 写软件的什么 一个最大的问题 明白了吧 最大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尽量的尽量的 对吧 让我们的程序稳定一些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就需要什么呢 所谓的你不变应万变 什么不变 通常是接口 对不对 你让我写一个车启动的方法 好了 我写个 定一个切个run 对吧 或者是start 肯定不会错 至于怎么里面的实现 肯定会变 今天你说这样实现 明天你说这样实现 对吧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接口 然后别人去调的时候呢 全部以什么 以接口为准 那即使要变 我们也可以控制到 影响最小的范围 好吧 所以呢 这个一般情况 我们呢 连接口变成 我们在工作中呢 都会去使用它 为什么呢 它就是 因为它是面向一个规范的 面向设计的 对吧 前期用的时候呢 用接口呢 会非常方便 所以一般情况 接口定义好以后呢 我们就不动了 通常动作是什么 动作是实现类 好吧 当然 大家注意 今天呢 讲完这个接口怎么用 你肯定是晕的 大家不要期望 今天讲完接口 你就知道 知道怎么去用接口 不可能 今天呢 大家重要的是什么呢 熟悉 基本的语法 够了 够了 够了的意思吗 随着我们再往后学 大家再慢慢的去体会 面向接口变成的一个好处 好吧 慢慢的往后体会啊 今天只讲到语法 大家呢 也只练到语法 不要往多了想 不然你会很烦的啊 比如我这说 写了这么多 因为你完全理解不了啊 你没见过啊 对不对 你还没写项目呢 那你后面写了项目之后呢 好多事自然就明了了 谢谢大家